第二日世衛大會,焦點落在檢討世衛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。 根據草案文件,會議將會提出同會員國協商, 適當時候盡早逐步啟動公正、獨立、全面評估。 回顧和總結在世衛協調之下的抗疫工作, 再提出建議以提高全球預防大流行病的能力。 文件提到要實地考察,查找病毒的動物源頭, 以及向人類的傳播途徑,包括中間宿主的可能作用, 但沒有點名提及任何國家。 這份由歐盟草意的草案,獲得百多個世衛成員國支持, 將會在星期二會議上繼續討論並表決, 預料會獲得全部194個成員國一致通過。 中美兩國都不是這個草案的提案國家, 外交部早前表示,中方有份參與草案磋商, 內容符合中方一貫立場。 又說文本用到評估的字眼, 和獨立審查完全是兩回事。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在第一日會議, 也承諾展開獨立評估。 美國公開支持台灣, 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衛大會, 認為對大會有利。 世衛會年底舉行實體會議時, 討論是否給台灣以觀察員身份預會的提案。 李俊麗報導。 代表美國發言的衛生部長阿薩爾, 公開提到台灣預會的問題。 大會詢問過在線的成員國, 結果是無異議之下, 通過留待今年稍後, 舉行實體會議時, 處理是否給台灣以觀察員身份預會的提案。 到時會依照程序, 先經過總務委員會討論, 再向全體大會建議, 是否正式列入大會議程。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發聲明, 譴責排除台灣在世衛大會之外, 說台灣在抗疫方面的努力無庸置疑, 除了保持透明之外, 反應亦都比起其他專制政權更快、更有效。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, 有權決定給台灣預會, 但就缺乏獨立性, 在北京施壓之下, 沒有邀請到台灣參加。 各國亦都不能夠聽取台灣 在防疫方面的專業知識, 做法損害世衛聲譽, 而中國蓄意不讓台灣預會, 亦都突顯了中方, 要求公開透明處理疫情的做法, 只是得個港字, 同時繼續隱瞞疫情資訊。 台灣的外交部, 早前已經就未能夠參加世衛大會, 向世衛提出抗議。